根据一项最新调查,近三分之二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表示,今年可能出现全球经济衰退,他们几乎都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将疲弱。 在通货膨胀问题上,22位世界经济学家的看法要乐观一些,24%的受访者预计美国将出现高通胀,而57%的受访者认为欧洲可能出现高通胀,5%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将出现高通胀。 大多数世界经济学家表示,美国和欧洲明年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。 由于预计经济活动将出现倒退,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测,跨国公司今年将采取措施削减成本,78%的经济学家预计将出现裁员。 所有经济学家还表示,乌克兰战争等地缘政治事件将继续影响全球经济趋势,但他们补充说,有理由对困扰许多国家的生活成本危机持乐观态度。 近几年,随着无家可归民众增加,美国越来越多的州与地方政府纷纷通过法律,禁止在公共空间露宿街头。 密苏里州从今年1月1日起,在州政府管辖的公共空间露宿将构成清罪,例如公园、桥梁底下。 田纳西州则在2022年7月首开全美各州先例,把在州政府管辖空间露宿者列为重罪。 俄罗冈州·波特兰2022年11月通过决议,禁止民众在街头搭建检疫帐篷露宿, 市府将把游民集中到6个游民收容营区安置,每个营区人数上限为250人。 内华达州瓦修郡2022年12月通过提案,对于可能危害他人或妨碍公共空间的露宿街头或放置私人物品, 将以清罪起诉并开罚500美元。 由于有老师、家长抱怨游民露宿街头,导致学生无法使用人行道, 洛杉矶2022年8月通过决议,禁止在学校及托儿所周边500英尺内露宿街头。 洛杉矶市、长滩市、洛杉矶郡日前陆续针对移民问题发布紧急状态, 以便地方机关可以加快脚步处理问题。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报告称,2022年中国人口为14.1175亿, 与前一年比较人口减少了约85万人,这是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。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,中国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约400万。 中国去年的出生率仅为每千人6.77人,低于2021年的7.52人,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出生率。 周二公布人口数据后,人口数据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, 一个标签为生育后代真的很重要吗,迅速就有数亿的点击率。 人口下滑在很大程度上,是中国在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 以及高昂的教育成本导致的结果,这使得许多中国人不愿意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, 甚至根本不想生育。 人口专家表示,中国实施了三年的严格清零政策,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人口前景。 自2021年以来,地方政府推出了鼓励人们生育更多孩子的措施, 包括税收减免、延长产假和住房补贴。 然而,迄今为止的措施对遏制长期出生率下降趋势,收小甚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